中央社记者肖佛文台北27日电台北地检署今天针对三中案发布第12篇新闻 道,针对前总统马英九行使监默权,表示全人尊重马前总统的攻防决定与诉讼权利 马英九是在25日接受北检第二度传讯时,首度行使监默权,今天出庭以本案侦查程序合法性的疑虑还没有釐清为由,再度行使监默权 北检25日针对马英九首度行使监默权发布新闻稿,指出马前总统身为国家前元首,又曾身尖摆 民历史国民党党主席,地位重隆,历经三小时三十分之讯文居然均监默不达,本属深感遗憾 北检今天新闻稿则表示,检察官进调查及澄清事实的职责,提供证据公马英九说明,给予辩明犯罪嫌疑的 机会,为马前总统均疑虑保持监默,新本署详识载明笔录,全人尊重马前总统之攻防决定与诉讼权利 北检前天的新闻稿还提到,马英九对检察官的问题避而不达,却声明从不畏战,将检察官职责取解成毁 灭人格,名誉的战争,匹马身为法律专业人士,进不正当行使法律上诉讼防御权,对国民做出不良示范 针对不良示范一词,北检今天解释,尊重马英九保持监默,但他侦讯后立即于庭外发言从不畏战,取解本案 是毁灭人格名誉的战争,诉讼上,诉讼外差异作为,实在是令人惊恶的举措,确实是对国民不良法治示范 北检表示,有心人士故意混淆视听,扭曲北检声明是在批评马英九行使监默权,是对国人做出不良示范,北检质感遗憾 北检重申,侦办此案与法有据,并无马英九所指南欺公正客观的疑虑,马英九从今天检察官在提出的51 各问题,在提示的22项证据,并可充分了解北检确实基于案情需要裁传讯,绝非经历发动侦查权 国民党过去遭检举件麦旗下中影,中广和中视,民国103年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 足以查无部法市政宣布全案侦结,北检去年重企调查,迄今以三度传讯马英九 编辑,施燕飞,变今风1070427